春节临近,王刚负责的灯笼厂依然热火朝天 近日,记者来到安徽合肥的开明工艺工灯制造有限公司 该厂年产灯笼超过100万只,是亚洲最大的灯笼生产基地 灯笼,又称灯彩 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在房前屋后挂上几只红灯笼 不仅可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更象征着合家团圆和事业兴旺 据灯笼厂负责人王刚介绍,灯笼是传统手工艺 从裁剪、印花、制板、打样到缝纫,至少需要十多对步骤 目前,整个工厂有200多名工人,依然保持着纯手工的生产模式 以中国红的工灯最受欢迎 一个灯笼,它分和,一般是从骨架开始做 骨架做完以后,然后手工的穿丝,然后组装 最后大概有十道工序,然后成为一个灯笼 据了解,灯笼生产对手工活要求十分严格 以裁剪灯笼布为例 倘若每块布料不够统一 缝纫好的灯笼布套就会走形 有些复杂的灯笼需要印花和写字 这也需要工人一笔一画地桌落出来 灯笼厂制作的最大灯笼有五六米高 最小的只有手掌大小 王刚认为,近年来,灯笼生意越来越好 主要是因为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 传统的文化手工艺越来越受到欢迎 而灯笼不仅环保无污染,而且也更加喜庆 此外,海外花人消费市场的需求增大 也是灯笼火爆的原因之一 灯笼就是传统文化嘛 现在人都比较讲究传统文化这些东西 然后国家也比较支持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块 所以灯笼这个行业应该是一个照样行业吧 据了解,目前开明工灯厂也开发了许多新型的灯工产品 将绘画艺术、剪纸和雕刻等传统工艺融合到灯笼上 生产的灯笼除了供应国内市场 还远销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 随着近几年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灯笼现在在国内和国内外销量都特别好 近段时间因为临近春节也是最忙碌的时候 工人们这边也都是基本上也是不休息 这边尽可能的保证订单的供应 这边尽可能是不休息